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台南市政府首度邀请知名Oddspot剧团今天到西门,东京两所商与教学国小,演出世界名著环游世界80天,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,改编的全英语剧,现场师生热烈互动,让小朋友感受学英语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。 Oddspot剧团成立于1997年,向来提倡经典英语剧,对非英语系国家的学生非常有帮助,因此深受世界各国英语教学界重视,亦巡回15个国家表演。 南市第二官方语言专案办公室,简称二官版,表示,南台湾少有全英语剧团演出,今年敦煌书局合作首度邀请Oddspot剧团表演,目的是评估明年度扩大办理的可行性,其能将英语融入其他科目教学与校园生活,并提供教育人员多元教学管道。 饰演剧中角色Villias Falk的美籍演员Kent Reynolds表示,台南小朋友的英语理解力很好,也喜欢用英语沟通,并且对于剧中角色的经历可以感同身受。 西门石小三年级的蔡同学说,虽然剧中有些英语较难,但他听得懂部分内容更爱上环游世界这本书。 东京国校校长林启鸿表示,这是全校小朋友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Live现场英语戏剧演出包。 扩幼儿园小朋友都一起来看起,不论懂得多少英语,至少透过肢体表达语戏剧表演,让小朋友对英语产生兴趣。 二官办表示,官聚是培养英语听说能力的好方法之一,要把握学童培养英语听说能力的黄金时期,明年计划扩大办理英语戏剧活动,让更多学童体验不同的英语学习方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